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震荡幅度算蛮大 现货是388点 先涨271点 再跌100多点 那期货是上下震荡更大 455点 期货 这个指数期货 这什么现象呢 这个就是延续 延续现象 就是好像没有做这个事情 好像也都不行 就是大跌大跌 跌一段时间后来大跌 这两天最恐怖 那这两天的时间 已经有大部分的股票都涨了 这两天是大部分的股票 在技术分析里面等于是最后的洗刷了 就是你如果不买也要叫你买了 意思是这样 你不卖都不行了 你弄不住吗 你自己想到吗 你会击笑 他开高100多点 然后冲到200多点 他都可以变成负的 你绝对击笑 你绝对要买了 你现股操作的人 你精神压力大概快崩溃了 因为昨天也这样 今天也这样 可是如果你看到这个 最后的收盘是1000多加比100多加 你就知道 昨天这边也是比较多 这样没有1000多加 但是比例来讲是比较多的 你如果看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懂技术分析 你才会知道 原来那个是在逼迫萨兔退场 就是你如果现股操作 你也去笑了 就是要让你发疯 你就会受不了就把它卖了 那通常你卖的时候 你都会卖在这里 你不会卖这里 因为如果你撑过这里 这里大概就不会卖了 这问题是这边撑不过去 又破底 因为你看它破底 没走不可以 破底跑不是说不对 你看这里 破底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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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不对 没有不对 破底跑掉隔天还有低点 破底跑掉隔天还有低点 那你说今天又破底了 今天本来是一个黑色的 盘中是一个黑色 因为盘中是破底 破底你怕一个长黑又跑出来 像这样长黑 所以你就跑掉 那跑掉大概会卖在这里 这一层 没有可能在这里 这边是最有可能被卖的 这边是第二名 开盘 开到快搜 有可能 开到快走 这种也会有很多 如果买完这么早就没了 大概没有了 他们买都买不起了 你会把这支买在这里 一定的 因为三支站起来 还要第四支了 再不卖的话就跌停板了 再不卖就跌停板了 所以再跌下去就四个跌停板了 这个都跌停板了 那这个也是 这个是五天三个跌停板 一二三四五 五天一个两个三个跌停板 今天分盘交易了 你大家驾一下已经很累了 可能不敢算了 分盘交易 好在分盘交易 不然还跌停板 你看这些都 撞不住了 大概会卖的 大概是这里卖了 这边是跌停跌停 跌停跌停又跌停 今天如果没有长龙救他的话 大概又跌停了 今天是长龙在救命 今天其实是这一党在救股 你们五倍 你不要以为是他 他这个是十个涨停板 对指数都没有影响 所以不讨论宏达电 就是只有长龙才有办法解救 因为他是全职 宏达电 那个不用讨论 那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这个 大概 如果没有长龙救他 大概跌停板 大概啦 我没有说一定 他是这边拉起来 大概差不多跌停板 大概差不多跌停板 还有这种 你看这个 也要离开了 差一点跌停板 差一点点 这些是 这两个是比较少跌停板 但是也是都出下去 都抗头 破队 你看都大量 大量破底 就要拉引线 对不对 连他都一样跌停跌停 跌停跌停 谈一下 今天差一点要跌停 今天也差一点要跌停 这么优秀的股票 这么优秀的股票 也是一样被长龙救起来 有引线 都大量 我给你看的股票都变大量 你看 这些都没有去跌停板 他滑下来 最后也被救上来 都破底 这个都有破底 我讲的都是热门股 成交量比较大的 比较有代表意识 这个也是又破底 一次一次一直破底 也要拉起来 还有他的好朋友 这两个股票是他的好朋友 这些就是这些好朋友 这两个股票都扩大股票 这些好朋友 也是这样 那量比较少一点 很恐怖 你看还有还有 这支也是更破底 IC设计股 都这样 对不对 包含发哥也是啊 发哥也要感谢长龙 还有这种 这种 大家不是都很喜欢这个 很多啦 我大概比较热门的股票 给各位看一下 这比较热门 热门就是量比较大的 成交比较大的 好不好 这是有代表意义的 有全职的 它会影响指数的 那你说老师这档股票 为什么会涨起来 是不是这边基本面很差 然后基本面突然间又接到大单 然后基本面又变好 我天天在放肥了 我会跟你说过 你不要说基本面嘛 这跟他没关系嘛 你不可以跟我说这基本面很好啊 你了解吗 这这样大戏也会大落 也会大落的股票 你自己算就好了嘛 对吧 我不以置评嘛 因为很多人也会批评宏达店嘛 也有人会做宏达店 我 我没办法敢批评 要做不做你们家的事情 我没办法说这啦 但是我们不会算这啦 了解吗 那比较前的公司我们不会算 但是我不会去批评人家 我随便你啊 你要做就做啊 反正股票有1700多档 你要哪一档股票 我没有当管理了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不批评啦 所以我们自己的就好 我们自己的就好 那因为台积电实在是太 钱质太大了 今天开盘开的算还还蛮高的 449嘛 你看到9块半啊 9块半我不是教过各位吗 1块钱就8点 125点嘛 这台积电开高以后 它冲上来以后很多股票 看台积电开高就大家都 对吧 大部分就开关了嘛 但是开关就没有关键啊 从高到低 这样还十几块 我告诉你台积电1块 台积电1块8.125点嘛 最高到最低又十几块 451.5433 这样18块半嘛 18块半你把它乘以8.125多少 百几块 所以你看上下 上下这个股票的方向不是都台积电在处理的吗 你看它有多伟大就有多伟大 小股票我们也有在讲的嘛 它流下去 它也要大盘就流下去了 它启起来大盘就不会启起来 你说老师这支贡票怎么会启起来 我也不能說 全部都常常會說下去 台積電也有很大的說下去 所以這是基本面很差 基本面又突然間 在中午11點的時候 基本面就變好了 是這樣嗎 你常在說基本面什麼 台積電是 跌下來的時候基本面就很差 漲上來基本面就變很好 都很會變 台積電很會變 我就說過了 台積電的基本面都一樣 235元台積電的基本面 跟679元的基本面 跟518元的基本面 跟688元的基本面 跟現在的基本面 通通都很好 你一直講基本面幹什麼 既然通通 它五個價位 基本面通通都一樣 一樣好嘛 那可是你不能講 一直跟我講過 基本面很好 那叫我就不要賣股票啊 或者是講基本面很好 就叫我買股票啊 那你要跟我講 要什麼時候買啊 台積電基本面很好 可是如果你跟我講說 我們這邊買台積電 這樣你就賺錢 基本面很好啊 但是你跟我說基本面很好 我們這邊買台積電 這樣我就要撩這條 一直講基本面幹什麼 沒有那麼好 成長率會比較沒有那麼好 就是這樣的原因 或者是聯發貴也是一樣 你不能一直跟我講 基本面很好啊 我都聽不到 你這邊基本面也很好 273 這邊基本面也很好 這邊基本面也很好 你說老師台積電 聯發科賺這麼多錢 那怎麼股票價格一直跌呢 又在講這個東西 講那個東西跟賺錢無關啊 你不要一直講這個東西 因為聯發科 人家是看今年明年後年以後的事情 那這個更有問題 連台積電聯發科都有問題 何況是長榮 現在很多的外資啊 都已經跟你講 這也不是 這我先講的嘛 可是我講的 沒有 大家都現在 其實 我不是跟你講過嗎 我說陽明以前10年有虧了8年 以後會變虧錢的公司 可是你不會相信我 可是現在你會相信的 長榮今年就算賺7、80塊 就算啦 但是我認為是沒有啦 50塊就會很拚啊 你不要以為第一季賺19塊 那就乘於4啦 沒有事情啦 沒有這樣算的啦 下半年絕對是會衰退的 絕對衰退 下半年一定衰退 可能賺的錢比去年多一點點 可是明年會衰退啊 而且會大幅衰退 後年可能不會賺錢啊 而有些外資叫他平等的外資還說 後年還可以賺個幾塊錢對不對 可能也沒辦法賺 因為他們的研究報告他們一直更改 他一直報告 不是說一個報告寫出來以後就一直放著 他會改 他如果寫得不準的時候他就改一下 重新寫一份新的報告出來 所以長榮陽明以後會變虧損的公司 以後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緊急行販股就是這樣 不要懷疑 所以為什麼我要跟各位講這個觀念 我講這個觀念是 要幫助你 我怕你賠錢啊 我怕你長期投資啊 現在股票市場準備要反彈了 可是他是一個空投市場 大盤是一個空投市場 所謂都空投市場很簡單 就是月線往下就是短空 季線往下就是中空 連線往下就是長空 季線往下至少跌三個月 月線往下至少跌一個月 跌一下反彈再跌 反彈再跌 季線從這邊開始往下 跌了三個多月 我說至少不是只有跌三個月 除非這條線扭轉 改變方向 那這條線 這個叫多頭 這個就是空投 空投要跌到 沒人知道 現在很多技術分析派的老師 都會安慰你說 最壞的大概是這樣 跌0.382就是14,700 這個很會算 很簡單 我不能說他們錯 這邊 漲到這邊1萬點 1萬多點 那跌這一邊的0.382 就是14,752 已經跌破了 那如果再往下修正 它這邊漲幅的0.5% 那就是13,500 那很多人跟你講說 忍耐一下 最多就跌到13,500 剩幾百點 反正如果剩幾千萬 反正你已經跌到灌溯了 如果要這樣說 我不能說不對 尊重 他們為什麼這樣講 他們就是告訴你 這邊是空投市場 會有機會反彈的 可是反彈還是空投市場 投市場你知道你要做什麼事情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這邊 我們先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 这个不是很重要 因为它排在这记事片底下 这个我根本不听的 这个不是很重要 这个比它还重要 这个最重要 因为这个是领先 这个根本就不重要 要听到吗 你今天是我的观众 我是技术派的 我绝对没有在安慰你 基本面很好这句话 我早上就在这家讲过 在推特国人讲过 我昨天在这边讲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我不是打压这家公司 我说投资朋友 如果你不小心去买了敦泰 因为它基本面真的很好 30块 可是今年会15块 零年可能会亏损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基本面是看后面 不是看前面的 没有在看股时候的 你不能跟我讲 你小学 当小学生或是幼稚园 考试100分 你就说你很强很厉害 那你长大以后 就会考上台大 智商就会变157 就会台大医科 不一定 大家都会达到100分 所以你不能够说 以前很会赚钱 那以后也会很会赚钱 没那些事 终于没这些事 你听我的意思吗 就算你买298块的敦泰 你不对 这10%的停损 赔30块 你还可以拿回来 大概270块 260、270也随便你算 你知道吗 股票先卖的 为什么要停损 同样这一家公司 你如果这么喜欢它 你270卖掉 现在来买 不要说你买815 你现在来买 你卖掉100张 竟然可以买回300张 你自己算一下 所以股票卖 重不重要 停损重不重要 你不停损 你现在还是100张 不是吗 而且你是套在298 100张 可是有卖的 有停损的 虽然当初有赔了10% 把钱留下来 或是先做别的股票 那现在回头 要这么喜欢敦泰 又去买敦泰 买300张回来 成本降低了 张数增加了 随便一个反弹就解套了 那你298怎么解套 我用这档股票的例子 是解释所有的股票 不是只有针对敦泰 同样的道理 你别想解套 我可以跟你讲 你别想解套 因为你买在这里 你买在这里 谁要让你解套 你吃较坏的 你每次都跟我讲 基本面 如果我听得懂 你怎么一直想要解套 杨明明 长龙呢 怎么解套 我问你 这康陶啊 那是跌到哪里去 合理价钱 不知道 你不要再问我 你不要再把它 算基本面 本一笔了 我都听不懂 我解套的意思就是说 你到时候弹起来 你要跑 不是叫你一直摆着 一直摆着 你看我节目干嘛 一直摆着干嘛 一直摆着谁不会 你蹲态不是摆了老半年了吗 赔光呢 我就只能讲说 这个磐式 这个磐式现在目前震荡幅度加大了 而且台积电也产生了指标背离了 我都跟各位讲过了 连台积电都背离了 KD值都背离了 台积电都已经出现这种情况 长龙都出现这种情况 这一笔 这边都一笔比一笔低 这边一笔比一笔高了 台积电也是 所以它已经是产生了 非常明显的反转信号 昨天就反转 今天再反转一次 老实讲今天应该是没有低点 可是没有办法 最后的战场要清理 为什么 因为你借钱买股票 绝对要给你倒 希望不是讲到你 凡是借钱买股票的这一次大概全部要 主力会叫你滚开滚蛋 因为你们以后会成为未来的福尔 只要涨起来你们就想要卖 涨起来就想要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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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钱就想要卖 结果卖鸭 这些卖鸭就把它弄掉 就是甩架 甩架的意思 所以我也不要再责备这些借钱买股票了 反正都已经退场了 当这些人退场以后 你限股操作的你就有希望了 这样讲是比较残忍一点 可是事实上就是这么现实 所以我在今天盘中又跌的时候 我要再重复跟各位讲 你忍一下 如果你没有借钱限股操作 你就需要喝一下 先喝一下 反正就要喝得太久了 你才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大盘准备要大气了 所以我才会测标写说 股票要涨时 基本面就是一碗拉面 所以基本面是什么面 它可以是泡面 也可以是拉面 股票正在涨的时候 它就是一碗拉面 正在涨 准备要涨交 我们称为正在涨 现在已经很多股票正在涨 可是股票如果再跌的时候 基本面是没有用的 不如一碗泡面 泡面还有用 泡面还可以吃 基本面是不能吃的 不如一碗 就像敦泰 可以跌七成 赚三十块 基本面很好 说得比较稳 说得比较稳 所以投授面 要不要再讲基本面很好 这句话 作为不卖股票的唯一理由 我很担心各位一直讲这句话的意思 你用这句话来唐赛 来原谅你自己错误的判断 不认输不认赔 凹丹的理由 你一直讲基本面很好 你就不会卖股票了 对不对 我绝对没有讲错 轻视基本面 技术面最伟大 加入好友Telegram 193008 大盘准备要大涨 大涨的时候还是空头 涨一千点也是空头 你跟着我 我带你卖股票 先逃脱 先卖股票 先减少损失 未来再赚回来 这一点很重要 千万不要报上报下都不要卖 不要一直讲基本面很好 技术面好才有用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 本屋公司A5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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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